我们知道竞争 竞争是应该让双方都变得更强 变得更好 因为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 双方都应该加强自己的活力 加强自己的这个能力 应该说是改善自己的制度 改善自己的环境 让自己发展的更好 以赢的那所谓的这个比赛 所谓的竞赛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华盛顿 这个美国的这个政府 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是零和博弈 也就是你中国发展了 我认为那就我就受损了 中国进步了 那我也是受损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不正确的 很奇怪的这么一个理解 非常霸道的这么一个逻辑 实际上应该说追求双赢 而不是追求单赢 我觉得纽森的这番话 也展示了他这个 我觉得这一个 作为美国一个地方政府官员 那么他具有这个常识的认知 还是这个很明显的 我觉得这一点 还让人感到欣慰的应该说 他自己也说 那中美关系非常重要 可能在有生之年 这是最重要的一对国际关系 所以这也是应该说是 大家共有的认知 是一个共识 是一个常识 所以管理好中美关系 那么对于这两国家 对于全球来说 就意义重大 那么第三点应该说 他的访问 包括希望的是 希望能够做一个 怎么说呢 这个引领作用 发成一个样板的作用 希望能够恢复 或者激活 那么中美地方交流 这样的有助于 应该说是改善 目前的这个比较冷的一个状态 能够带动经济方面的 人文方面的 包括在其他领域的 这么一些合作 这么一些交流 应该说是有意无害的 那么整体来看中美关系 我们知道 从六月份以来 美国的高官 也是连续访华 一方面给人感觉 美国想寻求稳定 甚至要改善对华关系的 这么一个表象 但是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打压中国发展的 这个政策 是没有任何改变的 甚至是强化的 比如说在芯片方面的 这个禁运 这个禁止出口等等 这实际上是在强化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 美国政策的两面性 其实是展现美国 想主导中美关系 想在中美对华关系发展 一方面要 这个所谓激烈的竞争 要赢的这个竞争 要放满中国发展 同时呢 又不想让这个中美关系失控 发展到了 比如说这个进行冷战 甚至热战的 这样一个程度 所以这也是我们 为什么看到美国方面 又在这个打压中国的同时 又派出 不停的派出官员 来进行这个访华 就是这个访华 好